我們知道說現在在全世界的範圍裡面 只要用比特幣包含Elon Musk 他一定都會被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將是不是加速這個碳排放 讓這個碳中合就沒有辦法那麼容易的到來 而且就是對後來自尊不公平等等 那包含Elon Musk都會來不出這個問題 所以他才本來對比特幣是很看好 後來他不得不說 那我也不收比特幣了等等 那但是在今年開始 他其實有非常多的不是比特幣 而是新的產業國幣 他不需要發那麼多的電 他不需要用所謂的工作證明 來去確保這個帳本的一致性 那他可以用一種比較輕量的方法 給他自己做的一個能源專心 那如果他也這樣子做能源專心 其實我們就沒有道理不去使用 或是不去理解這樣子的 儘管會現在把它叫做虛擬通貨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在今年的申報裡面 我就特別寫說 雖然我到申報日就是那天都還沒有持有這種 投機型的這個商品比特幣 但是如果你就是打算在今年開這樣子的一個虛擬通貨的賬戶 但是我純粹只用來做支付 那不會用來做投機 不會拿來做投資 那原因就是說 它用來做支付使用的時候其實它是蠻成熟的 現在有所謂的穩定幣 穩定幣就是說它矛定 它一塊錢這個就相當於一美元 或者是一個歐元 或者是未來書朋友一個新台幣 你買進的時候它就是矛定發幣的價值 那你完全做支付使用 所以也不可能投機嘛 就是在賣出的時候 也就是剛好那個發幣的價值 它就跟你在銀行開一個外幣賬號 完全沒有差別 那唯一的差別就是說 它這個每次跨境交易 它花的時間比較短 那它花的這個成本也比較低 但是除了這個跨境交易時間短大成本低之外 它跟發幣感覺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所以在這個前提裡面 那我只是用來做跨境支付 用來做跨國的這種運算系統的開發等等 那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才對 所以我今年往監察院寫的也是有一種說 要區分投機的部分跟支付的部分 那要區分這種泡沫化的部分 跟它穩定幣的部分 這兩個要分開來看待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現在所謂的加密貨幣 它是矛定發幣的價格 它有充足的準備 它只是付跨境的支付使用的話 那當然還是不要這個曝顯太多的那個部位 但是我覺得風險是在可控的範圍 但是如果它是完全是脫鉤的 那它今天可以漲5倍 明天可以貶值到10% 那當然那是一個非常容易泡沫化的產品 那特別是NFT絕對是這樣 所以今天這個如果有任何人問我 說要不要投資NFT什麼 那我的推薦絕對就是不要 它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投資標的 那因為那個市場非常的 非常保障 價非常的容易上上上下 但是如果只是想要了解加密貨幣 這些事情的話 作為支付用的額度不大的穩定地 我覺得是可以開始 今年可以開始溜解 主要原因就是很想不會造成太排放 會造成地球的負擔 希望有回到這個問題 那如果要追溫或者是舉手或怎麼樣 我們就繼續討論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再往下 有回答到嗎 可是我們地上那個 有回答到 是吧 我也要這樣不在 對 請請 當然 因為最近很多那個 其實它就有點像傳消養 直消的方式 那就是加入會員 那加入會員它當然是風險是有加幣 加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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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其實很多的 像現在叫做NFT 就我剛剛說的 就是我特別不會去碰的那個 對 那個 那個就是因為會員 多 粉絲多他只能把這個貨幣增值 沒有人那個貨幣根本就是不碰我 那現在很多人使用會員值的方式 就是張末都會 他又會是補一百塊美金到一萬塊美金 那隨便你要加多少 但是他就是募集了很多會員之後 他就推出貨幣了 他的貨幣不是他自己推出 是境外公司推出的 他境外公司 他這個 他我們投資一百到一萬塊 那個叫會員費 他是有25%支持那貨幣 就是買那貨幣 就是把那貨幣 就是把它價值撐高 就讓這些會員賺錢 降降的風險 您的看法 是 不過如果是說我們等於 湊到某個程度的會員 或採發的那種MFT 那種我是不會把它叫做貨幣 因為它沒有支付功能 它純粹就是投資功能 就是一個類似像 我以前也會玩一種叫魔法風雲會 類似求援卡 的那種極幻式支牌遊戲 那種就是他一刷 他就保證他只贏一千張 還是指印五百張 然後全世界就只有五百張或一千張 他也不會加贏 那用一些印刷方法 讓他沒有辦法偽造等等 所以就是人工的產生出一種 只有會員才有的那種稀缺性 但是在上面也沒有簽會員的名字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他就可以用來囤積劇棋 因為他隨著事件 他只會緊縮嘛 就是只會越少 不會越來越多 所以每個人就是把它當作 炒作的標的這樣 可是我們當時玩這個 魔法風雲會 他除了收集 然後增值之外 他至少還可以用來玩遊戲 當作這個 類似像代筆這樣子來使用 但是如果像球員卡 他就是純粹觀賞的 跟收藏的價值 他並沒有支付的功能 因為並沒有哪一家店 他會說我可以收取球員卡 來當作這個 我的支付的這張通貨 所以這個在金管閣電影裡面 它是沒有通貨限制的 純粹就是投籍投資用的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我自己會避免用B這個字 因為B它後面有一個 就是支付通貨的那種概念 我就會把它當作 純粹的高度投機師的某種商品 某種收藏品來這種看待 那當然我們也了解到說 現在很多奢侈品尤其在國外 疫情的這兩三年 大家比較難面對面的見面 所以很多的奢侈品 它本來靠擺放啊 靠隨身攜帶啊什麼 它本來那個奢侈品的 就是地位彰顯的功能 變得比較弱 因為本來人都跟人可以見面 現在不容易見面 台灣當然沒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子跨境 透過視訊 還可以彰顯自己的品位 這個就變成一個剛性需求 但是是在疫情期間 才有的這種剛性需求 所以也不能說NFT完全沒有社會功能 因為它確實解決了 你要跨境展現自己的品位 那樣子的一種需求 可是因為在台灣 我們面對面還是蠻容易的 所以這個需求比較弱 那二方面 隨著各國在接下來幾個月 它都會解封嘛 所以大家會回到以前的那種 社交的狀態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需求 又會再減弱 所以為什麼即使是用來當作投機 我也不是很看好現在的NFT的用法 希望回到你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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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OK嗎 那我們就往下 好 謝謝 那Janky老師問說 目前數位詐騙不行 那許多的駭客會竊取台灣的中小企業的官網的會員名單 然後再跟客人詐騙 那最後當然客人遭到詐騙之後呢 損失的是中小企業的品牌 因為它是冒著你的品牌去詐騙 那最後甚至賠償客人的部分損失 但是很多中小企業的電商品牌 它不是不想做安全機制 而是說不知道怎麼做 而且也沒有能力可以做 那政府在這部分是不是有可以協助的地方 這要分兩個層面來回答 首先就是說 我們大家可能知道在疫情期間 我們有推出一個叫做運勢集這樣的一個方案 運勢集就是專門給中小企業 它之前都是自己維護自己的資訊系統 很多都是裝在老闆看得到那台機器上面 那種安心的感覺 那但是確實在資安上面要守住那個機器 其實不容易你需要鑽責的人力等等 所以我們後來就跟經濟部合作 那也包含農會等等 他們每個針對他們自己的 下下的中小企業 有推行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不是說無備券嗎 就是政府吸收80% 所以我們提供3萬塊錢的credit 那在那個credit裡面 它要轉換到這種用比較 資安上比較沒有問題的運的服務 去做它的POS、支付 或者是這類的這些機器 那等於我們就吸收掉八成的成本 那這個確實是蠻有用的 我們在無備券期間 因為這一次高達20%左右的是選擇 數位無備券 就是信用卡等等的這種信用支付 那很多的攤商啊等等 他發現說 這個八成的經費都是政府吸收掉 他可以很容易的去 把他的手機裝個軟體 立刻就可以收取信用支付 或感應式信用卡 或什麼其他的這種支付方法 都沒有像以前那樣 還要專門再買一個機器 那這個在商圈的推廣就變得比較容易 那當他變成是用他的手機 那如果他手機的資安比較沒有問題 跑的是一個雲端的服務 我們在資安上面來講 就是他的攻擊表面變小了 就是你要打下他就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他跟所有這些大的支付業者等等 用同樣的這個雲端的服務 所以這個大的業者投資進這個雲端服務的資安的投資 就可以一部分也保護到用同樣的這些雲端服務的小型的業者 那所以這部分我想我們是不斷的有在推行 就是試著讓中小企業可以比較習慣說 至少在面對客戶的那一個部分 像剛剛講到的結帳支付 POS CRM 這些系統 他可以去盡可能的用比較資安上容易防守的那些雲端服務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我覺得也是同樣重要的 就是要養成大家良好的這種自然習慣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比較像是什麼 就是跨境的那種 就是病毒這個來這邊我們要先 現在好像十天了 我們下一個要講十四天 十天了 或者未來可能變七天五天等等 那就是有一個Quarantine 有一個檢疫期 但是事實上我們看防疫其實最重要的 可能這個當然變境也是很重要 但是幾乎相等重要而且我覺得更重要的 就是大家良成良好的洗手的習慣 或者是戴口罩的習慣等等 那只有每一個人都養成良好的習慣 才不會變成自然上面的這個破口 所以怎麼樣確保說 大家很容易的可以養成這些比較良好的自然習慣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自己都可以幫忙的 我舉例 好比像說像我們在紓困的期間 那大家可能都有像剛剛講的五倍券 那五倍券所有的簡訊 它都是用1988這個簡碼來發送 它不會用這個十碼的 你也不知道哪裡來的這個碼來發送 或者大家如果有掃 我剛進來有掃嘛 簡訊實驗值 大家知道是1922的這個簡碼 你發送過去 那如果有收到什麼接觸通知什麼 也是1922發過來 那口罩也是一樣 是1919的這個簡碼發過來等等 所以我們自己和我們必須要一聲作則 去確保說不但我們在之前就跟Husco合作 因為我們自己其實常常推出新的政策 像口罩的預購的時候 也非常多的詐騙電話 他就是打電話說 你在這個剛推出的口罩預購 這個訂了口罩啊 但是現在要退款 請提供你的銀行帳號等等 那所以我們就跟國內的一家 叫Husco的新床有合作 一方面是一開始就告訴大家說 其實他只會用簡碼來通知 所有這些時碼的都是詐騙 那二方面就是說 我們自己確保說 我們送出來這些連結裡面 不會要他安裝外的app或怎麼樣 他都是載到goe.tw政府的網站裡等等 所以就是說我們以身作則 先自己養成好的自然習慣 跟民眾互動的時候 也養成這麼好的自然習慣 慢慢民眾就會知道說 那我要以這樣子要求 我的這些中小企業的這些差商等等 那如果大家都提出這樣子的好習慣 這樣子要求的話 那自然中小企業也會發現說 那我們也必須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跟大家互動 那像慢慢大家養成兩套習慣之後 就比較不會好像 隨意的就把個子給出去 或者隨意的就讓個子侵害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長期的 但是也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在短期之內 就提供這種上映的 或者是良好日子通的 這種廠商的名單給大家去 我們累積每個縣市 他調閱了多少筆 那五大電信加上台北通 就是六個了 他刪除了多少筆等等 那如果你有用自己的學期號碼 登錄的話 你甚至可以下載說 在過去28天裡面 各個縣市的就是做醫療的人員 他處於什麼理由 調閱了你們的什麼資料等等 所以它是達成一個 我們叫做Mutual Contability 雙向給出交代的那個情況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看其他的國外的情況 如果他推出像這樣子的做法 但是卻不讓這個個人知道說 他的資料被怎麼樣子運用 那民間慢慢就會起疑心 慢慢就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拿去檢調那邊使用怎樣 那我們這邊部會員也有過 之前有一個叫做張元森的法官 他有說 那我們這些十五碼的這些亂碼等等 那有一個辦好像是 詐騙 跨國詐騙的一個刑警 那這個刑警 他是透過通訊檢查法 拿到這些檢訊 但他不知道這十五碼 對應到哪些地方 因為當時設計的時候 故意把它拆開來 所以他就發了一個搜索票 到冠貿網路 他想要還原這十五碼是哪些地方 那這個法官收到搜索票 他就不簽 不簽之後呢 他就公開投訴 說這個他必須成為催少者 然後結果我們的指揮中心 就立刻跟法務部開了會 然後就說 這個其實不能算是通訊檢查的一部分 為什麼 因為通訊檢查是人跟人之間的通訊 那這個比較像 你貼到你的電信上的一個便利貼 28天之後就撕下來 他不是真的跟誰通訊 而且通訊檢查 他要半年才能刪掉 那這個28天就刪掉了 所以他的法律定性上 也是不同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因為每次 都有一個現防疫目的使用 所以這部分呢 我們就很成功 那跟其他地方就不一樣 我們看像韓國 他是反過來時 意料人員要去跟警察要資料 或是像新加坡 他是說只要是重刑犯 他就可以隨便用意料的資料 當然有個程序 不是那麼隨便 所以我覺得我們到現在 大家還願意用 那確實是因為 我們真的是只做疫調的資料 那當然您剛剛提到 就是說是不是不是只做疫情調查 而是做傳染病防治 因為我們說以防疫的目的 不是說只做疫調 包含接觸通知啊等等 也是就是把傳染病防治法 賦予的這個權限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因為我們的這個特別條例 就是連這個這個 很多的法律的依據 它是有一個日落期 那大概好像六月底 沒有記錯了 如果不延長的話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因為那個時候 這個特別條例裡面會說 這邊蒐集的資料 就要回到 按照各自法的那個程序 那如果像同說 那我們未來作為 傳染病防治的參考等等 我覺得應該就要 改傳染病防治法 就是說我們要明定 傳染病防治法裡面 說我們可以推述 像是聯治這樣子的做法 而且還可以用來做 額外的其他的疫情分析 但都在傳訪法的隱息 而不是說大家會覺得 突然就變成減掉使用 變成查稅使用 你知道很多那個中小型的 特別是碳商 他自己印這些實驗制的QR Code 就是要一個保證 就是他絕對不會被國師拿去用 因為不然他用這個人的 有分析一對就會追稅 所以我們說如果他要擴大使用 大概就是在疾管署 傳染病防治法的架構 那這個我覺得用法律 明文訂製的話 我個人是非常贊成的 想要代表這個問題 謝謝 那看大家有沒有其他追問 沒有的話我們請 再往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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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是 譚正瑋 已經好 我是林夏夜市的會長林定鴻 我們林夏夜市一化 在從2013、2014開始 食材來源登陸 到2014的悠遊考檔 2015的支援保 到2016、2017的接口支援 跟所有的Pay在台灣 目前在夜市裡面都可以用 那也因為一化的很早 所以我們招牌上面 有很多的QR Code 有時候讓消費者陷入選擇障礙 因為我們目前是努力的 在推一個叫聚合碼的一個QR Code 就是希望說 消費者打出他的手機 只要拍一個QR Code 就可以把剛剛所提到的 所謂的資訊流 還有甚至一些外語的介紹 都能透過這個聚合碼 讓他在手機裡面再來選擇 就不會造成我們攤商朋友 在招牌上面 到底是在賣小吃 還是在賣QR Code 但是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因為這麼多的支付Pay 的這些公司 他們很多都各自為政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把他整合起來 他並不一定會同意在這個碼裡面 然後先前有跟LINE合作 LINE本來在裡面 後來LINE也自己又跳出去 LINE Pay也自己跳出去 我希望是不是政府在這部分 可以有給我們一些 比較強的有力的一個規定 讓這些業者需要 透過這樣的一個政府的機制 把它整合在裡面 然後我覺得這樣取得的這些數據的話 如果有公部門的A書或公部門來支持的話 我相信這個數據會更有用 而且為了讓我們的民生會更方便 包含說我剛剛特別提到的資訊流禁流 還有包括現在疫情的這期間 這些相關的資訊流都可以在這裡面 是不是跟我有點建議 謝謝 謝謝 這份非常棒的建議 確實我自己之前在三倍券跟五倍券的這兩個案子上面 我們都有通到同樣的一個挑戰 三倍券跟五倍券我們知道 我大部分的人使用信用卡 我感應是信用卡等等 那比較沒有QR Code的問題 但是每個部會他在推出的時候 他可能用自己的掃碼器 所以在三倍券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這個異方動詞之類之類的 那幾個都每個有自己的QR Code 那又因為當時我們想要鼓勵振興 所以很多包含您的攤商或者一些店家 他自己門口就專門為了三倍券的加碼券 就要貼三個QR Code 有得貼到四個 那所以真的是就是不生其擾 真的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接到很多也包含您的這個反應 那所以我們在五倍券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一個調整 也就是說 如果他是用感應式行動器 當然就無所謂 但是只要他是正掃 就是主掃 就是用使用者的手機去掃QR Code 那他在五倍券的加碼券的時候 不管這家店家 他符合多少個主掃的加碼券 他都只需要產生一個QR Code 那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就把所有政府所推出來的 這幾個整合起來了 當然這個整合呢 確實並沒有 像您剛剛說的LINE等等這些整合 他只是加碼券的部分整合 但是我們盡可能就是用一套開放的標準 去就是讓LINE Pay等等 可以看到我們這套開放標準 其實大家真的是有在使用 那以我的理解 我們的電池跟電票的整合起來的這個條例 有一部分就是要再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像以前好像很久以前 就我很小的時候 好像是每家的那個提款機只能提自己的 也不能做什麼跨行的提款分轉帳 那後來推出了這個叫做金融卡 當時是很重要的發明 就是任何人就可以透過一個三碼的那個 跨行轉帳的這種代碼 去處理任何的包含新聞合作社 農委等等的這些 從來有證啊等等這些行戶 那所以我們透過電視鏈票條例的修改 當然現在您剛提到這些接口的iPad 現在也都有一個三碼的跨行轉帳的這個代碼 也就是說在上面的這些錢包 都可以當作是跨行的錢包這樣子來看待 那當然我自己也希望說 未來如果有穩定幣的話 再加密貨幣的穩定幣的外幣帳戶 說不定也可以給他一個三碼的代碼 我們就可以用完全一樣 之前大家都已經很信任的這種 跨行轉帳的系統來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當然我們這個跨行轉帳的這集 要手動輸入還是不容易 那之前有說我們就跟手機號碼結合 那現在大概有一半左右也願意去結合 但是如果我們用這個代碼 又用QRcode的方法來呈現出來的話 我覺得這兩個是可以同時兼顧的 就是說我的店家 我可能有很多的錢包 很多可以快進來的地方 但是我先把它自己整合起來之後 我用等於一個跨行轉帳代碼 但是用TWQR這套標準 我就只要貼一個QRcode過來 那如果是它客製化的掃碼器 就是LinePay等等 它就是用它自己的這種跨行轉帳會進去 但是如果它是 就是迎接自己開發的掃碼器 像你用開發的掃碼器 那你就可以提供更多的 像你剛剛講到的 關於就是推送一些相關的訊息 統計分析 等於是說 我們就把這個創新放在掃碼器這一段 而不是放在碼這一段 的這個代碼 所以大家發現 幾萬家沒有很好用的時候 大家就跑去Line的App Store 或者Google Play 去那邊打一顆星還是兩顆星 去抗議說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進幾萬家 才能掃簡訊實聯制 為什麼Line家朋友那邊 不能掃簡訊實聯制 所以Line的研究掃碼器 雖然它是一個跨國的公司 但是就被他們的客服反映到說 它不得不好像兩個禮拜 它就改了它的主掃碼器 變成說它也可以來支援簡訊實聯制 那包含台灣社交距離 或者包含區式科技 有非常多的掃碼器 都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它在那邊就可以創新 我們就不用背HTC這一家 當然非常感謝他們開始幫助我們 但是就不需要說 好像我們每次要改規格 都要回去玩HTC 這樣子就問幾萬家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雖然這樣看起來 這個QR Code本身好像沒有那個智慧 因為它沒有辦法 一下子跳到某個網站去等等 但是反過來想自己表示說 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因地去 推出自己的掃碼器來創新 那支付機它就可以回到 本來跨航專長 提到UQR的那一套去做 這樣 所以這是我目前的想法 那當然我們在魯碑圈的時候 有實作到一個程度 那之後我覺得我們可以繼續 這個好像也太多人這樣子 謝謝 那我可以再繼續一下 不好意思 我問題比較多 謝謝 謝謝委員 剛剛您這樣的提示 我大概就可以有些回去可以做準備 跟委員報告 我是零下夜市的會長 也是台灣夜市商圈產業工會的總會長 那我們現在要把零下夜市的成功經驗 推到其他夜市去的時候 遇到了幾個困難 第一個剛剛特別提到的 我們如果要用行動支付 它就成為一個有紀錄的消費 有紀錄的消費是最難 那個店家攤商是最難克服的 就是怕課稅 但是如果你在 就我們知道最近的五年 我們政府推出了很多的方案 就是讓他們能放下這個新房 所以在額定課稅裡面 你如果加入行動支付的話 它是不記錄那個額定課稅的裡面 這個確實也幫了很多攤商店家 跨出了這一步 但是有些東西確實還是比較麻煩的 就是當他要申請行動支付的時候 你每申請一個業者的時候 就要來一堆人 然後要退送銀行 要送銀行去做一些真心的動作 這對攤商跟小店來講 都是耗時耗力的 而且每一次來推動 我們都遇過這種情形 就是一拖了就一個人比他兩個禮拜 然後進而後面的人就不想要參加 所以我們也再次可以建議就是 那政府是不是可以提供一個平台 如果你是想要加入這種行動支付的 你只要在這平台裡面 評購了你的需求以後 然後由政府來整合銀環端 第三職務方來幫助這些人 你只要寫一支資料就好 就是如果我們完全沒有跨行 提款跟轉帳的這一套金融卡的系統的話 那每個商圈旁邊 可能都要設好幾台提款機 你不知道拿提款卡的人 是哪家這個行庫發的嗎 那當然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像商圈旁邊要提款 隨便哪一家都可以跨行提款 所以我剛剛的意思也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要把這個共同的提款庫 如果看成某種跨行轉帳 那如果跨行轉帳的話 就像這個店家 他大概也會有某個帳戶設在某個行庫 但是他不需要去每個行庫再辦一帳 因為他去每個行庫再辦一帳 也是會跑相同的手續 所以問題是在這個Tuarco 本身有沒有達到跨行的功能 那當然我們可以去簡化 這個申請帳戶等等這個需求 但是我們想這個不可能歸零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 要確保說跨行的這個功能是 就像你剛剛講是很容易懂 很容易解釋 而且大家一定就明白的這個 那這個我們一起往這個方向 謝謝 謝謝 好 那看大家有沒有其他想要詢問的 所以我們要回到線上的部分 這個題目之外可以問嗎 當然啊 當然 沒有什麼理題 我不懂 就我說我不懂 主要你帶你 你的科技是非常的結束的 那我記得一點 第一點的話 現在中國的百度 還有我們現在在科技上這個部分 這樣就來講的話 那中國大陸飛彈發售過來的話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難解到這個消息 再來講的話 我們的國會衛星我們就有兩個 那我們怎麼能監視整個中國大陸一個 這樣最一次的話 不過美國的話就幫了 部分很大的忙 那第四點的話就是說 萬一中共的飛彈打過我們的電台 那這樣我們的後續能力是怎麼去繼續進行 再來一點就是說 現在中國大陸很多的漁船 跟那個民兵的船都是類似的 那我們監視我們那個識別的話 是用國去做識別 因為現在未來戰爭是捷徑 捷徑是在境外的或在境內的 那最終點我想請五人能夠知道一下 謝謝 還好我一開始就講了 那個關於低沃識別那個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我就說不知道 因為我們辦公室在院本部 那我們三十二個部會 那每個部會可以看一個 還我的辦公室 那但是呢我也很詳實講 就是這六年來 大概只有一半 就大概十六個有派人過來 那所以跟民眾有關係的 像剛剛大家問到的這個什麼財政啊 或者是內政教育文化通訊等等 那個我大概都可以回答出來 但是因為反正每次演講我回答不出來 我就回去問那個派過來的同人 那但是國防部啊 那其實到現在我一直都沒有跟人過來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說 我們關於東洋語傳達事例等等這些題目 那不是說沒有人問過 當然也有人問過 只是說我回去沒有人可以問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這個就是不在我的工作範圍裡面 可能要跟你抱歉 那其他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建議 就是去確保說 就是我們跟民用的這些 都管是微信 剛剛提到Google Map 或者是這些資訊欄員 維持相當良好的機器 對機器界界的這種關係 那這個先不講戰爭 我們在防災的時候 就有非常好多這種運用 那我們事實上是有一個專門的做這件事情的 那叫做民生公共護聯網的時候 在2016年進來的時候 當時在前任資訊建設裡面 花了很多力氣的一個題目 那就是要確保說 以前就是像空氣品質好的 民間的每個專家可能有自己一套模型 自己一套系統 他的資訊來源也是都是不同的來源 那尤其因為我們複購的 有一種開放截圖等等 那我們就確保說 我們有一套完全 大家彼此能夠同意的 而且我們的國防中心可以運算的 這套所謂的資料的生態 那我們先從空氣品質開始 先讓大家關注空氣品 但是很快的在地震 在反水資源 他的自動安全資訊整合上面 我們都會有蠻多的建設跟成績 那所以所謂屏占轉換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沒有通道不防過激情 所以我先把平時的部分 就是救災的部分 救災所需要的動員 那當然未來如果 他們全民動員所需要的話 我要寫交給他 他就屏占轉換去動員 但是他要怎麼用說 真的我不知道 我們就是確保說 我們這邊的資料有 包含跟民間所用的這些 不管是衛星 未來的軌道衛星 或鈴鐺提到的服務委 或者Google等等這些資料 他在平時是保持暢通的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是他上十分鐘左右 那我就不講這個的細節 但是如果找民生光物聯網 的話裡面有非常多的細節 可以看 先回答這個問題 我再請問一下 是 未來Metapose的話 如果用在三場上 對 比如說我們公司 包括聯塑這個部分 包括這個Mall部分 現在據我知道的話 那個Nightly是做得很好 成長大概四遍 那臺灣在Nightly最快的話 是剛剛要取部 那不想對我們有什麼建議 謝謝 好 我在風船裡面有一個專欄 就是最近就是 專門在講這個題目 叫做多元宇宙 那為什麼我前面講一個多 不是為了固定 要這個表情利益 而是說 因為中文元 它事實上是有那個頭的意思 元手元胸什麼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如果是配合著這個 這個Zubber去說元宇宙的話 那有一種好像 我們明明可以說搜尋引擎 看大家都說Google 就是不小心就在幫他打廣告 的那個 就幫他說 由他來決定我們互動的方式 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但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不是正常的事情 大家在Facebook上面 發這些文章等等 就可以了解到說 我們現在平常是這個民主的陣體 我們碰到什麼 我覺得權力受侵害了 我們從招禮障到一路 這個大行政宿源等等 我們有很多方法可以去生章 那但是一進入這個Facebook的話 那就進入一個 我們講好聽一點是威權陣體 好啦 不說專職陣體 就是他只有他自己所勤定的 就是Oversight Board 那一個方法去生章 而且他只處理某些特定的個案 那所有其他都是他講的算 所以等於就變成是他自己的一套宇宙 所以我是不是很想幫Facebook發廣告 雖然他改名成為Meta 但是我前面特別加一個多元宇宙 就是說 那我們要保持兩件事情 一個是共創 就是說我們自己要安排怎麼樣子 像你說一個墨裡面體驗等等 那在一個墨裡面 因為地方是你的本來 你就可以安排裡面的家具 裡面的互動 裡面的光影等等 動線等等 不要變成說 相信你又被他所在制 變成是說他隨時想要改規則裡 就必須要跟著改規則 那所以這個共創的自由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誤害工程 叫做韓融 就是inclusion 那這個我們在簡訊實驗制裡面 我們有確保 就是說像我阿嬤 他出門是不帶手機的 他90歲左右 那所以我們要確保說 他到任何地方 他蓋個帳就可以進去 就是可以刻個那個姓文章 事實上是比掃KRCO 他要快一點 或是我看也有很多人 然後那個拿出手機 它是翻蓋的手機 其實掃KRCO沒有那麼方便 那他手動提這事物 也可以進去 那我們要確保說 大家本來習慣的東西 不要變成好像 大家要去配合 買Facebook最新的什麼東西 而不是人去配合技術 而是技術過來配合人 那每個人本來使用習慣是怎麼樣 那就是多元嗎 大家本來的習慣怎麼樣 應該是技術配合大家的這個做法 那這樣的話才能夠做到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虛勢整合 就是習慣面對面還是可以面對面 不會因為大家都跑到線上了 然後面對面就消失了 那習慣用小的螢幕 習慣用大的螢幕 那像我阿嬤的朋友 都是用一台很大的平板 因為他們就是眼睛看得比較不清楚 那也應該要讓他 居然用很大的平板 不要逼他去用那些 就是很小的這些 這個頭戴實現實氣啊 什麼之類 所以我想 因為這個也有比較完整的說明 我就留在這邊念我自己的文章 但是我覺得我們只要確保就是共創 就是我們所有相關的人 自己創立規則 不是被寫決定規則 那涵容就是說是機器來配合人 不是人要去配合機器 那這兩個能夠把守住 我們就不會變成好像不小心 又在幫Facebook 或者是幫其他的公司 去做他們的廣告 這樣希望會拿到這個問題 謝謝 好 那看大家有沒有 剛剛我上來 那魏迪 那魏迪 請 那魏迪 正好跟我問的那個 因為我是做創投的 因為我最近看到我們 國內有一個公司 在美國馬上掛牌 Goclon 那他走了一個路線 就是用美國現在很流行的 SPAC的路線去走 那是 但是我們台灣的法會是不允許 對 那讓一個台灣那麼好的企業 反正在美國能上市 而且他的資產增加英國北 他賺的就是國外人在賺 那台灣真的在這方面 我覺得法規上是限制蠻多 有沒有什麼在開放的一些角度 謝謝 有 這個我們在 因為我自己加入行政院的團隊 是2014年年底 那那個時候大家比較關心的 其中一部分就是什麼群眾物資 那很多公司都要去開曼群島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群木來的這個東西 他沒有辦法普通自行約定章程 也沒有特別股 也沒有什麼safe comvertible bonds 什麼之類之類的那些 那些在國外 尤其西谷都行之有名的這種募資方法 在我們這邊當時 全部都是非法的 那所以我們就大家都跑去開曼群島 那所以當時 我確實有加入 就是當時的那個團隊 蔡林鄭文的團隊 那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去在畢所行公司法 然後在群眾公司的相關的法令裡面 試著開出一個類似shafe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如果你的公司人數 股東人數沒有那麼多 那好像無視你下馬 那再加上群眾分子不管多少人 你都可以先用股東自行約定章程的方法 來模擬您剛剛提到的 就是很多在國外的這些做法 那後來也是 因為林鄭文是就是把我留下來 然後我是要像見習轉正嘛 辦公室還是同一個 對 那所以我們後來也有延續 包含在公司他修法的時候 我們說只要非公法 他就可以延續這個畢所行公司的精神 繼續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那我們就看到很多很創新的意義 舉例來講像 因為我的工作一部分是社會企業 我們就看到說 你本來的一些非營利組織 一些協會啊什麼 他用法人股東的身份 去控一家非公法的公司 那他用一個有否決權的特別顧 變成他可以鎖定他的社會使命 那這個我們在西部是常常用的 就像一個基金會去控一家公司 當時叫b-core 但是在台灣以前也沒有人這樣子用過 那所以就是包含經濟部什麼都很害怕 那所以我就出來說就是不用害怕 因為我在國外有操作過很多類似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回去去看 包含公司法或者其他的法律的話 很多它是有空間的 那很多它的困難是在 沒有人願意幫第一個 來試這個法規的解釋上面 去做符合他的心創 的這個做法的這個解釋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好比像說像在心理事法裡面 有說心理事必須要在一個地方職業 在一處職業 但是那個法裡面沒有寫說 個案一定要在同一個地方 那所以理論上也拒心理自上 應該隨時都可以做才對 那但是同樣的就是 這個解釋也很難做出來 那所以就需要一個換部位的協調去說 那我們先在一個沙盒裡面 六個月的時間呢 它的個案數小於多少 那它的風險可控 那一直到時候呢 我們醫師司跟接下來要成立心理事 覺得說好這個風險我還可以忍受 那我們就先試一個六個月 先試一個一年看看 那如果大家都沒有發生什麼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形成一個叫做社會常規 那個NO 那我們再拿這個社會常規說 這個除了它這個解釋沒有問題 請大家以後都照著何個方式解釋 所以我覺得數位轉型很多的工作 其實到現在已經不一定要在立法院那邊去做成 很多時候是我們把這個 本來為了面對面的這種法規 或者畢索型公司 當時我們看到很多 其實股東可以自行約定 但是他要對公司法院那個解釋 包含美股多少錢啊什麼 所以他們沒有習慣做這個解釋 所以一定要有人出來說 那至少對於這一家形狀 這幾家形狀 他可以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做這個解釋看看 那如果民間不接受的話 那我們就感謝投資還付了學費 那如果民間可以接受的話 他就可以變成一個通則 所以我覺得法規的沙盒 因為前幾年大家都在講法律的沙盒 但法規的沙盒 我覺得在特別你剛提到這件事情 上面是同等重要的 那這部分我想我們這樣也可以請問一下 謝謝 病床就好 謝謝 謝謝 第一點的話 現在的世衛跟健康的未來的話 後疫情的時代 很多像我們在醫院的話 都 那個佛羅拔直接到醫生去介紹這個產品 給某一個實驗的東西給他看 後來後疫情的時候 這個可能什麼時候 這個一個病毒會一直在改變 那這樣來的世衛的部分 可以怎麼來取代 醫護人可以不需要直接到醫院去 而且我們的商業行為能達到 讓這個User的話能夠去使用到瞭解到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能夠指導看如何來建立這個事件 數位跟AI的話 將來一個醫務行為的請問一下 謝謝 AI對我的意思是叫做assistive intelligence 輔助式的智慧 不是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或是威權式的智慧 這有什麼故事 輔助式的科技 因為我在蘋果六年的時間 都是在做siri 那siri就是一個輔助式的科技 那有些朋友他不管是聽 比較聽得不清楚 看比較看不清楚等等 都非常仰賴蘋果的siri 這一類的技術 去確保它可以跟外界溝通 但是我們那時候 我就常常舉個例子說 我戴的這個眼鏡 然後您戴的眼鏡 就是最好的講 為什麼是輔助科技 就是科技配合人 不是人配合科技 因為它有兩個特點 就是所謂的價值的對齊 跟給得出交代 第一個是價值對齊 alignment 就是說眼鏡完全是為了 我們看彼此看得更清楚存在的 他不會我這樣子講了幾句話 我的眼鏡突然跳出一個概覽廣告 然後開始倒數20秒 我才關得掉 對不對 那樣的話 它的價值就是廣告上的價值了 就不是我們這個對談的價值 所以輔助是要以被輔助的 那個人的價值為最佳的領域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我的眼鏡它突然有bias 就是它變模糊了 壞掉了壞掉了等等 那我自己看的這個DIY的這個影片 我自己就可以修了 或者說我如果沒空的話 我帶到相口的眼鏡點 它也可以修嘛 我們不需要花個三年去反向工程 我們也不需要付個幾十萬的這個授權金 我們才可以去修正 因為絕大部分的用資料驅動的這些模型 它在訓練的時候的資料 就是那些機器訓練室的資料 跟我們實際在用的那個當地必然有差別 至少在時間區域上面就有差別 ID是用已經有的資料來train 不會是用它未來還沒來的資料來train 所以我自己戴眼鏡的時候 我隨時都可以 好像我的眼睛在度數 也不是我一開始練光的度數了嗎 所以我隨時能夠去校準 隨時能夠去調整 這個就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我們的AI是所謂威權式的這種制度 那它就是所有人都戴同樣的度數的眼鏡 或者是就幾種度數的眼鏡 變成你沒有辦法自己再去校準 自己再去控制 所以我覺得我們自己在發展這些 像你剛剛講到 特別是跟醫療有關的時候 我一定是相信我的醫生是以我的最佳利益為利益 而且我搞不明白的地方 它會想盡辦法解釋給我懂 有這兩個特質 我才會相信這個醫師 因為我是把很多很敏感的個人資料等等 都交到他的手上 所以如果這個醫師現在推薦 他的一個機器的助手的話 不會因為他叫做一個機器助手 我就對他同樣的價值對齊 跟要求解釋的這個要求 就好像比這個醫生弱了 事實上這個更強 因為我相信他 他相信這個機器 不要說我相信這個機器 所以我們現在在實際應用的時候 我們常常是說 話比像說在偏鄉離島的某個 嘉義科或者一個護理師 就是他作為離病人近的這個人 他透過遠距的方式 再去連到這個本島的專科 然後以及AI是讓這兩個醫師 中間可以更容易的共享 關於這個個案的情況 更準確的做出他們去判斷 那為什麼是出去這個方式 而不是說好像這個嘉義科 或是個護理師就抽掉了 取代原理 就是因為一個一般的個案 尤其當他身體不舒服 或他的家屬在旁邊很焦急的時候 你不太可能一下子讓他相信 某個機器是值得可信的 還是要給他信得過的在地的人 來操伴這個 類似代言人的這個活動 所以就是巷口的那家眼鏡店 就好像在地的那個護理師一樣 就是你信得過他還是非常重要 我想我們這一步就先從這邊開始 想回到這個問題 好 那因為時間是已經到了 所以不好意思 那我就 這邊我就非常快速簡短的回答 那大家可能知道 我這個都是靠睡眠來進行 這個工作上面的處理 我醒著的時候都是收集資料 不做判斷 那我都是要睡飽八小時 那睡醒之後大概就自然會想出 一些解決方案 所以怎麼想得出來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 我工作最重要的事情 那有時候像疫情嚴峻的時候 真的很困難 我就要加班 我就要睡到九個小時 或者四個小時 這樣子才能夠 就是帶著這個解決方案心來 那這個我們剛剛有提到 那確實就是 我覺得這裡面很重要的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不是冠上NFT這個女子 她就跟我剛剛講到的球員卡 有沒有有什麼不一樣 這樣是完全一樣的 它的差別只是說球員卡 我們面對面 我才能露給你看 那這個它可以達到跨境懸浮 對不起 跨境彰顯設定地位 那這個作用 但除此之外 它本質是完全相同的東西 那我覺得我們越清楚的 把這個訊息推送出去 就越不會有詐騙的問題出現 那對 那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 那這也是我剛剛講 為什麼我今天 就是說我網檢查員說 我完全只是做支付用 而且不造成碳排放 而且不是用來投資 我也不會拿來換會什麼 等等的 這個用途 我打算在今年開設 因為像我之前協調Uber的案子的時候 我當時應該所有Uber Black 在台北市我都做過 協調Airbnb案子的時候 我就去租日豬套房 等等 那時候協調網路賣酒 還真的網路賣了一瓶酒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一直都覺得說 我們負責協調 自己如果沒有第一手經驗的話 是沒有辦法協調的 所以這件事情 也是在Signal說 我願意今年開始在幾個方面 第一手經驗 那這個我剛剛提到 有部分 我們可以屏站轉換 有部分完全是暫時的 我就完全不知道 那這邊剛剛有講到說 城牆差距 那我們如果要用網路 來取代馬路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確保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偏向 它自己退出 它對這些數位方式的 新的做法的時候 像自己做一個掃拿器等等的時候 它不用問過中央 那我們可以說 疫情期間 幾乎所有我們推出來的東西 從檢訊室連 直到口罩購買等等 都有這個特性 就是我們中央是推出某個做法 但是我們並不否認說 地方一定可以想出更好的做法 而地方想出更好的做法的時候 我們就很快要來擴散 變成其他地方都可以來使用 那我覺得 只要用這樣子的方法來做 它就比較不會加大成像的差距 如果一切都要中央拍板 才能夠動的話 反而才會加大這個差距 所以剛講到開放式創新 這個共融等等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如果長者不限於使用數位科技的話 我們當時在蘋果做Siri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客戶不會用的話 一定是蘋果的錯 永遠不會是客戶的錯 這個是我們當時在裡面工作 最最重要的一個信條 所以同樣的道理 就是我們應該發揮各種各樣的方法 去確保長者身邊的人 能夠是有信心的去推薦長者 去使用這樣子的科技 而且我們不要逼著長者費用這種科技 不可 就好像簡訊實驗室 她還是可以用紙本 或者我們像當初那個 口罩預購在便利商店的時候 我們本來是說要用提款機來轉帳 後來我阿嬤的一個年輕朋友 其實其實是一個洋奶奶 她說她只有提款用提款機 轉帳她一定去填單子 因為她很怕被詐騙 所以後來就採用了她的意見 她是插健保卡 而不是插提款卡 到便利商店裡面 來做這種口罩的預購 所以我想這個概念 所謂的intuition共融 就是說 關於誰的事情就要誰的參與 所有跟長輩有關的這些事情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就要來爭取長輩的意見 是長輩覺得可以 那我們才去推行 那這樣才不會變成 好像我們自己沒有這樣的使用習慣 反過來去幫這些沒有參與的人 去做決定 那這個不管是長輩 還是說小孩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在掀起 就可以去做這個參與 那最後就是問說 受疫情的影響 要怎麼樣解救 解救的方式 就是大家趕快打第三經營 累積這個抗疫 累積群體的免疫力 那到某個程度 那其實她這個問題 就自然就可以解救 希望回答到這個問題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